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又是我们今天 第七十四集 今天很热闹 今天很热闹 今天早上真的很热闹 很多东西公布 昨晚开始就已经865plus 又有Thunderbolt 今早就连随App也公布 今晚也还有东西 今晚应该是上映机 很快的了 应该是8点 昨晚应该是865plus 今早就正式推荐 今天是下午才到亚洲区 就是台湾 所以其实最主要是围绕 今次是技术一些 今集是技术一些 今集就是说 Thunderbolt 4的技术 之后会有什么影响 还有今年下半年 电竞手机又来了 又来的 当然要处理器 要处理器 就是昨晚正式公布的 Quadcom Snapdragon 865plus 这个处理器 不如先讲一下 Thunderbolt 4 因为我们上一集 有讲过 Thunderbolt 4的东西 上一集 其实预告了 今个星期应该出的 今个星期真的 技术规格正式出台 今天下午就 台湾那边 特意搞了一场 媒体说明会 其实是说回昨晚 应该是昨晚夜晚 在外国公布了 Thunderbolt 4 正式讲一下 它的产品有什么 规格有什么 还有其实也会讲完 就是 接着下来 究竟这些产品 就是今后大家的线 那些东西会怎么做 其实我们可以看一下 那些图 其实 Thunderbolt 4 其实真的 这次Thunderbolt 4 一如之前所说 没有什么特别 真的没有 就是从规格来说 它的速度仍然是 40Gbps 40Gbps 继续都是 用一个USB-C 就这样从 那个传输速度 那些对应的东西 其实就和Thunderbolt 3 几乎一样 几乎一样 而未来的USB4 其实也是 在这个 Funderbolt 4 规格 Funderbolt 4 规格之下 所以 今次公布 就告诉大家 Funderbolt 4 它将会兼容 由USB2.0 3.0 接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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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前有些USB3 DDP DISP3.0 DISP3.0 一大堆 所有的万法归宗 如果你用USB4 就什么都包了 即一个头就搞定 所有东西 不需要 即不需要再想 究竟有什么 搭配 有什么不搭配 基本上 如果是Funderbolt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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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上Funderbolt 4 加上Funderbolt 4 不过有很多 今次Funderbolt 4 的规格要求 其实我自己个人觉得 就是 文件上的东西多很多 实际技术上的东西 不是真的那么重要 不是真的那么重要 是的 它有些要求 对于硬件创商 其实全部都是对硬件创商 可能用家不是那么角的 只是换了个数字 即是规范了 规范了 是的 要求规范了 是的 很多规范 有五个条件 五个条件 第一个条件就是 最低限度你要支援 2.4K 或者1.8K 这个实际上 硬件上要求PCIe 那些东西都是要的 是有提升的 问题就是 数据传输量 其实就不是真的多了 只不过你一定要支援到 2.4K 或者1.8K 就是要做到足够了 这些事情 不可以直接失败了 另外就是 如果你 在数据 即是在数据传输上 它都要求你 有32GB BPS 可以支援到 这个速度 那又为了什么呢 就是为了一些 外面的描述卡 和外面的硬件 外面的硬件 外面的大容量儲存装置 那你要做到这个 即是硬件 即是硬件的效能 即是你不可以 那些传输速度 即是有高有低 即是你买了 功能不到 即是好像找笨 那些传输 那些传输 今次是要確保 其實是你拿著一個 叫Thunderbolt 4的描述 它一定能給予到 這個效能 它不可以太低 而且其實除了 這件事之外 除了一個描述 可以有2.4K 之外 它今次還會要求 硬件廠商 你要拿這個 Thunderbolt 4的認證 你要 譬如你作為一部電腦 或者作為一個hub 你一定要起碼有4個描述 4個描述 對 3個下線 1個上線 的Thunderbolt 4的描述 即是你不能用1個描述 當作為一部電腦 那你就想拿一個Thunderbolt 4 它不會給你 那你覺得會不會規範了一些 即是高級的機器才會有 即是你現在 譬如你正在利用這部 Valbo Pro 四邊描述 肯定性 肯定就是 4個Thunderbolt 4的描述 即是你夠描述 因為其實 正如我開始講 就是USB4 由USB2 到USB4 其實全部只要是Type-C 的話 就全部都 under Thunderbolt 4都可以用到 這樣的情況之下 其實 你又可以說 如果我能夠把所有裝置 全部轉到USB Type-C 後 你部機器應該是可以 細部一點 很薄的情況下 一次過 一部機器可以連接到很多裝備 零以論上 這樣 雖然感覺就是 重裝型 上身 雖然說 你其實想想一想 一部電腦 有四個USB Type-A 你都很少見 是 現在少了三個 三個 或者一些電競 電競 比較厚一點 一定可以塞下的USB-A 但是 反而對那些機器來說 如果你要他 勉強要他拿一個分 Vol4認證 要有四個USB Type-A 他就不肯給你 全都給你 有 要考慮 對 要考慮 你認證 都是錢 要計算的 之前的 要控制器 都是要計算的 所有東西都要計算的 另外 就是 他還要求 起碼要有一個USB Type-A 可以供到電給外面螢幕 或者其他裝置 以前你不一定可以供到電 其實我們用開Fundable 3的用戶 其實是很清楚的 是 就說有Fundable 3 或者Type-C 但是 供不供到電呢 他未必有標記 他一插下去 沒有電 可以隨時 哎呀沒有電 為什麼沒有東西出的 即是本身頭部可以供電出去 不是充電 供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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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要求的是 起碼一個 起碼一個 充電都可以 充電都可以 但是至少要一個頭部 即四個頭部 要一個頭部 有電給你 另外就是 他會要求你有些DMA的保護 直接的液體傳取的保護 以前就是其中一個 很大的迫力 他這次就寫到明 你一定要得到驗證 一定要有DMA的保護 即是關於上次曾經出現的漏洞的關係 一定要先修補漏洞 希望不會再有漏洞被人找出來 又被人在DMA上哭 對 對 對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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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關於 什麼 那個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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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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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尤其是影像 影像畫面 那些東西 你需要直接寫進去RAM 那裡 是快很多的 好過你要經過CPU 或者經過其他控制器去處理 是 這個本來是一個可以快速傳取資料 或者快速令到畫面又高刷新率 有很多很多的用途 但是 亦都是一個有機會被人承虛移入的位置 其實我們可以比較一下 我們可以看一下我們的圖 這張圖 這張圖 正在講解Fundable 4和Fundable 3有什麼差別 它裡面看到很多 我們看到很多點 好像Fundable 4 就好像 你多了很多東西 給Fundable 3 但是 實際上 如果你看清楚 其實很多都是文件 或者是對硬件廠商的要求之外 你一定要放這件硬件 你一定要有這樣的水平 我才會給你認證 不太是說 我真的在技術上有突飛猛盡的表現 有個什麼 Universal Universal 40GB 2米長 那條 那條 2米長 一定要符合40GB 這個關乎Intel另一個 它的處理器 Tiger Lake 因為它裡面內置了控制器 令廠商可以在沒有控制器 即是在那條線沒有控制器 可以給到0.8米的線 來做傳輸 但是如果一旦要多過0.8米 那條線就要加東西了 那條線就貴很多了 但是最長就能達到2米 就是比現在的線長一點 另外如果大家從我的表面可以看得到 之前Fundable fee的時候 只是保證到一個 4K display port 已經可以給到一個認證 現在你一定要給兩個 那USB4 如果接下來 大家看看 接下來的USB4 在第三個項目 就會發現 它簡直是沒有要求過 即是它沒有最低的 它只是提供到一個顯示器 而速度上也只剩下 一半20GB 但其實它應該有一個Mode 是上到40GB 它有一個Mode 另外就是電流 然後minimum PC pop power accessory 即供電給配件 供電給配件 供電給配件的時候 Fundable 4 亦都是比USB4高一倍電 有15V電 15V 抄快充電話 就快 你悶悶 因為現在電話的快充要求又高了很多 20V 18V都頁你慢 15V 都大了 這個是minimum 不過這個是minimum 最高其實是100V 可以吐到100V給你 嘩 100V 直接不用充電器 在電話 在電話 100V出現都很堅 互相救濟 對的 互相救濟 大家可以插進來插進去 這個就是接下來那個 另外呢 他們就會快出操控器 操控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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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00系的操控器 會在今年遲些出 這個也是要有的東西 因為除了線要有之外 其實可能有些單獨不是用Intel CPU 即是不是用太多的東西 你也要有角租 去幫忙 這顆東西 連尾遲些出 今天下午就是 這位在美國 這個是Jason Siller 他就為大家介紹這個 Funderbolt 4的新 它是格套的產品佈局 是 將來的Funderbolt 4的HUB 是起碼要有四個頭 起碼要有四個頭 起碼要有四個頭 這個是要求 沒有四個頭 就不能拿Funderbolt 4認證 他就拿不到認證 但是反過來也是那一句 翌日那盒會有多大 如果他給了14個Funderbolt 4的頭 就要有USB-A頭 我想跟現在應該相差不大 中間大那些 即是大那些 你現在大 不是大那些座桌 插電 你看現在我們圖中都是座桌 都是座桌的 都是有插電的 看到它有插電 但是如果這樣 你沒有拿認證 拿不到認證的 小頭 小盒 有機會 我只可以說有機會 你沒有那麼大地方 沒有理由帶著牛龜那麼大的HUB出街 我覺得它 即是這個 你說有一個座桌 其實都是 應該是 將圖書桌放在桌面上 即是令你的擴充性 突然間增加了很多倍 即是我可以 怎樣連到 即是四個頭 但是你分了一部份 你知道連接的方式是可以一個能夠 是的 其實這樣扔來扔去 可以扔了很多的裝置 是的 都 我相信 我相信 帶出街那些 真的未必會有花煲科 對 就是 就是 反而可能真的傾向出一些 擺得在桌面 只是擺在桌面用的 是的 那會 即是令到你 可能我出街 真的 但是我只靠那四個頭 本身這部機的四個頭 我回去要連螢幕 要連鍵盤 我都是靠 就是靠那個 四個頭的 Thunderbolt 去做 這樣 那 今次 其實 Intel 也都示範了 像今次這樣 可以出到三個螢幕 三個螢幕 一次我出三個4K螢幕給你看 是的 他們還說 即是可以 還可以一起 插著四個螢幕 三個螢幕 還可以幫人供電 可以 即是這三個螢幕 是 只是用花煲科 去拿電 是的 只是一條線 是的 一條線 當然是 一條串一條 那真的好 方便 公佈了花煲科之後 會上 自然有人問了一個問題 咦 Apple 我們上個禮拜都有問的了 喂 Apple沒有DTK Dveloper Transition Kit 沒有Funderbolt 喂 Apple沒有 是的 Apple會突然推出 大哥我手上一堆 尤其是買了那些 External Hard Disk External Display Card 那些 EGPU 喂 你沒有Funderbolt 可以嗎 立刻你要停留在這個時空 不要升級 是的 你的時間 那些時間流 你不可以再向前走 是的 你的停頓在那裏 所以上個月 初出DTK的時候 大家有點害怕 喂 不是吧 當然大家都知道 一定談點數就可以了 是的 今早 Apple 就正式公佈了 告訴大家 放心 這個Apple Silicon的Mac機 是一樣會支持Funderbolt 沒有說過Funderbolt多少 沒有說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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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它支持 Future of Thunderbol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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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Funderbolt多少 不知道 應該是Funderbolt4 沒有說過 不知道 現在Funderbolt3 Future 沒有理由跳一格 知道的 先談談數 等它們 起碼就派了心軟給大家 告訴大家 喂 不用怕的 你以後 哪些機器還有分鋪用 其實它都要迫著 其實它都要迫著去支援 你想想 它真的打算用Apple Silicon 完全 重複現在Intel的架構的時候 一定有高階的機器 高階的機器究竟用什麼頭 去連接一些重型裝備 就是剛才EGPU 更快的 外面硬碟 這些是很重要的 開工的 真的是尊嚴用 你沒有可能會放棄這些 這些工具去使用 你很害怕 你不知道Apple 會否說我要出一隻 自家研發 不知道什麼頭 應該是為了大型燈光 怎麼辦 嘩 那又不單止什麼 就不單止是架構改變 那麼簡單 即是你什麼都要用 沒有這個事 Apple是會繼續支持Funderbolt 所以大家可以放心 這些是我們空想出來的 最好不要發生 只是說發生就大件事 發生就大件事 好了 那麼Funderbolt的東西就是這樣 是的 都是Funderbolt 即今天是技術 技術出台 產品都是要到年尾 要到年尾 要到年尾 它現在已經出了驗證的工具 以及開發契 已經剛好出了 現在開始才拿到一些 開發契在手 我相信廠商要出到東西 最快最快都要到年尾 8000系列的Tranjola 這樣的情況之下 今年年尾最多見到第一兩件產品 要普及嗎 我想去到下年年尾 五十下 是的 正常 都是要等的 讓大家有機會先儲錢 先儲錢 所以應該就不用擔心 反而究竟它怎麼一成8K 那究竟有什麼8K的 有資料 有多少資料 8K有資料 我相信 但是有什麼東西可以支援 可以外出的8K 外出的8K 先剪片 對 剪片 有什麼 現在那些都可以 現在的Graphic Card都可以 Graphic Card 應該可以的 現在其實 不過我想可能要等下 NV有沒有新卡 是的 大家有沒有新卡 好 那接著 好 那技術完了 其實再接下來說的東西 都是技術 是的 不過這個技術 就快一點點會見到 是的 那講的是這個 Snap Dragon Quadcam Snap Dragon 865 Plus 這個處理器 官方名稱應該叫 Snap Dragon 865 Plus 5G mobile platform 就是這樣計 其實跟去年都一樣 去年就是855 Plus 今年就是865 Plus 這個Plus 你可以當作一個半代 半代 半代 就是半代 升級 跟 85 Plus 一樣 其實它的半代 升級最主要是針對 電競 手機 那邊的市場去使用 那為什麼叫Plus呢 最簡單就是超頻 那因為本身呢 865 它的工作時脈 2.84G 而已 但是呢 現在865 Plus 就會去到3.1G 那基本上 那個 效能 它會提升了 大概10%左右 官方也都會說 其實呢 本身 他們那個 看看 這個 GPU Android 650 也都會有同樣 10%的增長 那 很明顯 效能增長就是 比你 可以更應付得到 這個 更高要求 的時候 的 給它 足夠的表現 就是打機 就是打機 因為現在 其實很多 手機的3D遊戲 都幾 都幾大食 就是 畫面又漂亮 你要流暢 表現出來的時候 這個 處理器的表現 其實真的 很重要很重要 那865 Plus 就在這裡 可以給 現今的865 提升10%的效能 那 更加快 當然可以走得更加順 其實還有 另一件事 可以留意一下 其實就是 一個 它的支援 是 Full Speed 這個 Snap Dragon Elite Gaming 這個Elite Gaming 其實就是 說 是會有一個 可以比美桌上 打機的表現 Randering的表現 它官方的說法就是這樣 哇 我在手機上面 240Hz 沒有240Hz 沒有240Hz 手機上面 就可以 好像在桌上 打機 那麼漂亮 它最主要是支援了一個 144Hz 的更新率 那就是說 我 用這顆CPU的話 我 出機的廠商 我就可以在螢幕上 用到144Hz 這樣打機 當然 越高更新率的話 那個畫面是越順 令到你打機的體驗更加好 現在這些電競手機 都應該是120Hz 大概120Hz 大概120Hz 其實有 再高一點 對 接下來都會出的 那 講一點就是 其實這顆865%很快 為什麼我剛才說很快會結界呢 就是因為7月22日 華碩就會有記者會 華碩會有記者會 就是講有一部新機 ROG Phone 3 就將會推出市場 那這部機 我相信它就會用到 144Hz 我估計 我估計 但其實CPU出到144Hz 只會留給螢幕 不是 螢幕144 即是可以出到 對 螢幕可以支援到144 那 當然 就當然比120Hz更加 順 就是 打機 就當然 譬如我最喜歡打3X 這部呢 144Hz 令我真的好 畫面真的會流錯很多 即是你不會見到 那些 不會見到個人 在動來動去的時候 真的會有些 輕微地拖 拖隔 那這部是不是第一部 用1205Hz的機 那 那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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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機會 不是 為什麼說不是呢 其實 外面有報導 就是 7月22日 其實 是有兩場發佈會 一場 當然是華碩 華碩 ROG Phone 3 大家應該照顧 原來 在國內 Lenovo 是會推出 Legion系列的電競手機 大家都想拿個頭位 亦都剛好 是有照顧 兩個都在7月22日搞 是的 那究竟 誰 可以攝錄自己做 865手法呢 865筆手法呢 現在 現在所有資料 看來 都是華碩 好像是 FREE 是的 你知道 中國人很流行 每個老闆都想說 自己的機器是手法的 是的 然後大家把發表會 新聞稿 尤其是這次是網上 是 各自按早了5分鐘 究竟會怎樣呢 他 根據這個 我看到一些行家貼出來 就是外國外地行家貼出來 他就說 Lenovo Legion這個電競手機 他中國國內名稱 他有一個名字 叫拯救者 拯救誰 拯救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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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問得好 其實Lenovo本身手機業務 就不是 平平 沒有那麼負面 我們說的 平平 那究竟 是不是真的可以 在電競手機市場裡面 拯救自己的業務 所以按這個名字 會不會拯救這麼不老例的名字 究竟是否拯救你 遊戲 很差的遊戲 我買了這部機 我就拯救你 為何要用這個金手指在裡面 對 我不知道 都是這樣猜 我們 花邊 當作是Gossip 這樣猜 他用了這個名字 他又說 全球手法 他真的想寫全球手法 究竟是面目的事 全球手法 真的要到22號才知道 那就要看什麼時候出貨 看看什麼時候出貨 現在要計算什麼 現在要計算說出來那一刻 說出來那一刻 就是看你幾秒 那不如 踏正的鐘數按鈕 按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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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按鈕 鬥快按鈕 按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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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enovo Lenovo 電競手機 究竟香港會不會有呢 我也有問過 有關方面 有關方面 也有回答我 其實2020年會推出 叫我留意一下 言語之間 也會覺得 香港也有機會出的 但什麼時候呢 就真的回答不了 但是華碩 就應該很明顯 很明顯 就應該是7月22號 就公佈了 那究竟香港什麼時候出呢 還是要等到有關方面的消息 到時如果有機器 就要拜託你借一部回來 讓觀眾看看 我現在就真的要盯緊 看看有沒有機會 在22號之後 就馬上拿回來 給大家一起開箱 在這個節目上 玩一下這部機器 有什麼特別呢 因為那些資料其實 一路一路都在發出 究竟這部機器有什麼優點 或者是否像上一代一樣 有很多配件呢 他一出生以來 就超多配件 還有一個行李箱 他們很出名的一個行李箱 根據小道消息 也是小道消息說 今次真的有機會 沒有了行李箱 不買就不買 那不好就少了一個漂亮行李箱 那個行李箱可以的 那個行李箱香港沒有 要限定賣 限定的 有水貨都翻過 都很快 一翻一隻就買一隻 其實那個叫作力也挺好的 也挺特別的 他很出名就是那把散熱線 這個系列的手機 那把散熱線是很厲害的 那把散熱線是跟機的 據聞這把散熱線 這把散熱線用了850Hz之後 效能真的很厲害 因為曾經網上流出過分數 也說超過六十幾萬分 現在超過865 說的是五十多萬分 高度六十萬左右 那你六十幾萬分 你再加其實144Hz 畫面更新率 又可以超過10bit HDR 但是10bit HDR 大陸真的要看看廠商 是否生性 給予那些漂亮的螢幕 真的要看看這部機 真的要看看它是否下足料 通常如果大陸地 用AMOLED 其實是可以的 AMOLED螢幕 就應該沒問題 當然也要看看遊戲 能否支援 不過5PassJoy 還有第五代的AI引擎 可能處理一些 密碟學習的東西 會比較好一點 現在手機的CPU 全部裡面都已經有了密碟學習 即是跟AI有關的 召喚 方便的計數 因為越來越多 所謂的Edge Computing 或者是In-Device的AI 應該說的是私隱問題 告訴你把你的資料收集完 然後放上伺服器 和你計算的話 大家都未必相信 還有Edge Computing的好處就是 我分擔一部分計算能力 你靠分擔一部分計算能力 即大家的聯繫 即中間傳輸的速度可以快些 即是不用擔掉那麼多東西 擔掉那麼多東西 當然是拖滿 另一樣東西 865 Plus 很明顯會支援5G MMA 16 和DSS 全部都齊了 其實它最特別之處 是有這個 加入Fast Connect 6900 這個系統 除了支援Wifi錄 之外 其實是支援Wifi6E 以一些未來規格 幫我打都未必支援的東西 現在沒有 基本上香港 所有都是Wifi錄 未有6E 外面好像都是設定 因為好像是年尾 今年年初才公佈的東西 即是未有加上過疫情 即是不知何時才有實際產品出售 Wifi6E 講的是Wifi的最高速度 是可以去到3.6Gbps 3.6Gbps 基本上都不用訂條寬粉線 5G 不是這個Wifi的東西 5G那個好像去到大概7點多 有沒有記錯 讓我看看這個 但問題都是要等網絡商鋪線 還有其實都要等5G的應用服務出來 其實大家都在等 因為講到什麼演唱會 可以好像現時同步演唱會 或者是看球 因為現在 大家都進不到球場看球 很多時候都沒有進去 如果能夠5G直播即時看球 那些東西 其實就很重要 其實越來越重要 但現在5G又好像鋪得未夠速度 香港就真的在設計 香港始終我們住在地形的關係 還有我們的環境關係 即你要鋪設一個5G網絡 其實是很大的挑戰性 即香港你想一下 我們桌面都這麼多設計 即這個無線網絡環境很複雜 即究竟如何運用 即究竟3.5G、4.9G 甚至MMWave 如何在香港建構一個很快的環境 其實是真的很難的 你見到MMWave 都受話本未有一撇 你講可能是4G看球 再即時一點 可能真的要用MMWave 究竟之後如何發展 真的要看 真的要看看 究竟大家 設計到什麼程度 會不會那些機器可以 去克服到 因為你始終MMWave是高頻的 高頻的 你傳輸距離短 傳輸距離短 而且很容易受干擾 那究竟手機上面的天線要怎樣打位 手機是拿著手用的 怎樣拿著手用 亦都不會構成干擾 其實廠商是要想這件事 去設計一下 究竟天線的佈蓋是怎樣 會用一些新型物料去做天線 才可以用到這些MMWave的技術 到時可能大家家裡的VOLTA 又已經不同了規格 不是只有Wi-Fi 6那麼簡單 可能有Wi-Fi 6E S865 Plus 是支援這個 不是支援 是用X55G Modem 它是配合 不是配合 不是配合了 應該是分開的 不是7字頭系列 就是配合的 應該是分開的 我們看這個數據也好像沒有說到 因為我記得應該是中階 7字頭系列 才會有配合5G Modem 對 總之這個X55最厲害的 下輪是最高可以去到7.5G 好像快過Wi-Fi 對 當然要配合MMWave 這個當然是實驗室最高的規格 大致上都是這樣 還有一件事比較特別的 85 Plus 其實是支援我們可以 那個驅動 圖形驅動程式 可以更新的 對 就經過Google Play 對 Display driver 對 可以在Google 經過Google Play 更新的 哦 其實 第二天就好像我們 用電腦 經常NVIDIA 大個框出來 有什麼經驗 其實上年已經在說了 Quocom已經在說了 你可以有些 GPU更新的話 就可以再推高一點 令到整顆SoC的效能 可以用得更加好 但是 譬如我們之前 玩PC遊戲 會有一個狀況 就是說 有隻大廠新遊戲出的時候 NVIDIA 會特地幫那隻遊戲 推出Display driver 但是會不會搞到 我們的手機都會這樣 有隻大遊戲出來 然後有Concom 又推出新的Display driver 這方面 其實 Cocom有說過 他們都會希望 其實每一季都會有 這個 新的Display driver 給OEM廠 是的 OEM廠 譬如你每部機器不同 都要配合 每部機 測試完之後 當然會放上去 給你下載 希望做到每一季 四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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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有進來 但是實際上操作是怎樣 都不知道 因為現在 記憶中 其實只有小米 是有這樣的功能的 暫時 到目前為止 也都 國際版好像沒有 大陸 國內版 是有的 感覺上來 就是說 Android手機 越來越PC 是的 越來PC化 更新這個Display driver 究竟之後會不會更新這個Wi-Fi driver 不知道 不知道 不是 回頭 因為Wi-Fi那時候出過 WPA問題 其實如果可以 可以平均更新 就搞定了 當然好 但是 經常這樣更新 其實都很煩 是的 所以他也是打算 每一個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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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個 但是 究竟會不會有延遲 或者設定 究竟實際操作是怎樣呢 各自不同品牌的競爭 就是說 我的Display driver 更新的快 我會支援遊戲 有更高的 我相信 我相信 電競手機的廠 有出電競手機的廠 應該會很零 做這個 是的 因為始終都是打機 打機 打機 Graphic Core 基本上 除了CPU以外 Graphic Core 一定是最重要的 就是你怎樣去調整得最好 給到最好的效能 你的用戶 那一定要在GPU的Driver上 都著手 是的 好 那 剛才 多敏衝進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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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有同事衝進來 有什麼消息 他的消息就是 他說 一個昨天的消息 TikTok公佈了說 撤出香港 即日已經不見了 然後我們今早也報導過 中國版APP說會來香港 是 我馬上看到報道 馬上去到APP Store 看看究竟找不找到抖音 是找不到的 是找不到的 是未來的 原來是未有的 未有的 中國抖音 然後告訴你 那頭他撤出香港 那頭香港的用戶 已經不可以再鎖入國際版TikTok 但是很缺絕而已 有些突然的 我又覺得你很缺絕而已 大家都說了 香港少少的人口 都十幾萬用戶 說剪就剪 十幾萬用戶 真的不算少也不算多 香港 香港計劃也是 但問題是 但問題是 你一剪就剪了我 你告訴我 我什麼時候 停止服務 我有什麼事情 可以過 也好 備份也好 他告訴你 要叫你回去 用中國版 將來的 但是大家想不想像 過去國內版 又是另一回事 是的 如果他告訴你 那獅子將你畫家 過去國內版 就更加可怕 照樣說應該不會 應該不可以這樣做 這樣做就 讓鳳佩好找你 這樣做真的很大件事 因為 因為資料涉及很多私隱問題 是的 也要告訴你 即使你真的這樣做 你都要給大家按鍵 是嗎 好啊還是不好 是的 但他現在不是給你按鍵 我已經剪了 按鍵也不能給你 是的 那你講的抖音TikTok 都關於一些數據上的事情 其實 人大 十三屆 人大 除了國安法之外 其實還有一條 中國數據安全法 是有一個 是的 中國數據安全法是什麼呢 就是 長話短說 法律上 要求中國營運的外國公司 可以在情況下 交出中國境外營運的數據 如果不配合的話 是可以面臨罰款 或是必必關閉的 是的 那這個 因為中央政府 就以這個 保護重要數據的方針 去撤留這條法例 究竟 重要數據 是否會影響到 國安的問題 社會穩定 和經濟安全 那就可以用這條例 據聞這條例 暫時就是草案 暫時 應該會在2021年 就會正式上升 但是之後 香港就進入了 不知道 現在是數據安全法 是國內的法律 應該是國內的法律 那究竟 就是 講一下就講 這些 講一下就講 即是數據安全 就講一下 因為這個 大家都應該比較少留意 對 少留意 其實 講出來 其實對 目前大家 沒有什麼影響 是的 不知道 因為對個人 其實對個人 沒有什麼影響 對公司 是有影響 是的 我喜歡交公司的數據 我營運 賺了多少錢 都要告訴你 因為 譬如你 Apple 有伺服器 在大陸 那可能 Apple 在中國營運 那就是有機會 不知道 因為什麼原因 而 觸及這條法律 那時候 有機會 要交這些數據 是的 是的 但是這個 再要去看看 究竟 怎麼發生 這條條例 是的 我記得今天看過 就是 會說 是 未上的 未正式的 是的 去到 明年生效 這個數據安全法 那 那 數據安全 不知是哪個安全 在這個中央政府 政府來說 他要去 保護政府 某些 政府安全 某些領域的時候 是要 立法的 是的 是要立法的 我的 我的意見就是這樣 是的 我們的政府是需要安全的 是的 人民是要保護政府的安全 人民有 有義務 有義務 去保護 是的 沒錯 其實他現在就是 草案的傳聞 就是向社會公眾 正在徵求意見 截止其實是8月16日 這個法案是預計2021年實施 那麼七個章節 是的 是的 好了 這個 講回說話 講回抖音這個問題 抖音和TikTok這個問題 相信應該沒有人在大陸 做這個數據業務 有的 在座 有的 你所謂數據業務 你很難說的 譬如說我有間廠在大陸 我裏面真的有存在一些生產 或者銷售的數據 在那裏 那我可能有幾間分店 或者我有傳送貨 在大陸那裏賣 但是 喂 你說保護的理由 那裏就走來問我 喂 你的分店營運數據 我需要知道 你的分店的人 有沒有什麼人出入 幾號進貨 進貨 進貨的時間 對 好 那這集來到這裏 跟大家分享過 Thunderbolt 4技術規格 以及究竟 這個 Quadcom Slap Dragon 865 Plus 究竟是哪部機器 手法呢 正確應該是華實的 究竟是否殺錯呈口金出來呢 真的要22號才知道 真的要22號才知道 到目前為止 只有兩部機 同一日發 會不會有第三部 嘩 待會小米告訴你 小米就應該不會 照整個Path來說 但是Samsung那邊 Note 220 是不是都會用這個 Note 220 那個 目前為止的資料 都是865 都還是舊865 都是865 不是舊的 是現在的 865是現在的 只不過865 Plus 真的針對電競手機用 究竟會不會有其他廠 例如IQOO 會不會殺出來呢 熊魔那些 熊魔那些 熊魔會不會用呢 應該會用的 但應該不會 22號一起突然爆出來 全部和它搶全球手法 始終年頭的手機賣數 都是一般的 真的影響的 真的大環境影響到賣機的問題 下半年應該會好些 希望這些電競手機能夠 托起市場 因為這個區塊 其實都幾多人留意 尤其是遊戲越出越厲害 有些遊戲都說會支援144 應該 對 都是小老小死 原來 擺明是 電競手機玩的 真的要買電競手機 要享受 那個遊戲 最好的 玩的體驗 真的要玩電競手機 好 今集時間差不多 我們下個星期又再見了 今晚關於CANN浪新機的消息 明早留意我們的網站 明早留意我們的網站 一部機還是兩部機呢 真的不知道 真的不知道 8點很快 大家再等一會 或者留意我們明天的 我們PCN網站的news 就可以一清二楚了 好 今集時間節目差不多了 拜拜 拜拜